林小姐 你的设计稿里只有一张设计图 没有解说词供我们参考 这是不符合规矩的 这场比赛 你已经输了 林小姐 我出三百万买你的设计 可以吗 可是 没问题 当然没问题 这个作品如果您喜欢 可以送给您 好 这次冠军是K传媒的林南生 安娜女士 林南生的解说词已经不见了 已经不符合比赛的要求 凭什么当冠军 需要我提醒你吗 我才是主办方 我就是替其他的参赛选手说句公道话 到底是替别人说公道话 还是你心里有鬼 你这话什么意思 谁说她的解说卡不见了 庄小姐 需要我把你干的丑事说出来吗 你什么意思 庄小姐 比赛会上的每个办公室走廊角落都有摄像头 这次我不想追究你的责任 希望你记住这个教训 林小姐 恭喜你 谢谢 有时间到你们公司谈合作 我还有事先走了 新财 你是不是误会我了 啊 误会什么 我不知道安娜为什么会那样说 我是被冤枉的 是吗 等一下 一起回去 新财 我回公司有事改天再聊 陆总 你把庄小姐丢下不太好吧 她拿走你解说卡的事你不生气 生气啊 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能怎么办 如果今天没得冠军你还会这么说吗 如果不是因为你他也不会这么针对我 你的意思是怪我 陆总 过来一下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林南生你给我站住 你从一开始就有预谋的勾引心裁吧 你把我们变成这样你很开心吗 麻烦你说清楚我把你们变成什么样了 你拿走我解说卡的事情我都没有追究你还想怎么样 那你就离心才远一点离开K传媒 离不离开是我说了算不是你 之前我一直打算离止 不过现在我好像改变主意了 还有现在不是我离不开K传媒 是K传媒需要我 果真想让我离开 你却让他吵了我 我二话不说就走 你的意思是你不肯离开了 随便你怎么想 你 放开我 闹过了没有 我胡了 欣财 这个女人就是在想尽办法接近你 够了 等我一下 你为什么维护那个女人 你透露她的解说卡 她没有报警已经算仁慈了 你还想怎么样 你也在为这个事情生气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做得很对 我知道我错了 可是我是因为在乎你担心你 你知道吗 我很害怕看到你跟林南生在一起 这不是你做错事 还理直气壮的借口 我只是太在乎你 我没有想那么多 你不要生我的气好不好 如果你不想我生气 以后就不要去找林南生的麻烦 你 你是不是爱上她了 跟这个没关系 那是什么 比赛得到冠军后 安娜跟我签了合同 并指定那个项目 要让林南生来当手机设计师 我现在必须留下她 真的吗 不然呢 没别的事的话 你先回去吧 爸妈 你们怎么来了 儿子 你妹妹是不是回来了 我 别撒谎 你爸在商场这么多年 有头有年的朋友 还是有一些的 他们说男生今天在这里参加比赛 是不是 是 男生回来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爸妈 你们听我解释 男生不告诉你们 是有原因的 你们先回去好不好 你给解释 给我们一个解释啊 林南生是他们的女儿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女儿 嫁给我了吗 等等 那林南生就是 陆总 你不要离我这么近 你女朋友会吃醋的 我没有女朋友 真是薄情 薄情 你明知道他看我不爽 还总是做些让他误会的事情 林南生 你骗过我吗 你说你要是骗了我 我应该怎么惩罚你呢 咱俩又没啥关系 骗了就骗了嘛 我不能骗你吗 没什么关系 不是吗 是吗 我累了我要回家了 放开我 他不会知道什么了吧 不 不可能 放开你 放开你 你要去哪 前妻 你 你 是不是很意外 我为什么会知道 我不知道你的说什么 你干什么 干什么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在我身边藏了这么久 你想干什么 我 居然还阻止我死了 你说 我该怎么惩罚你才好呢 陆星财 我承认我骗了你 但是我们早就离婚了 你凭什么不惩罚我 闭嘴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露泪 陆星财你干什么 林南生 你最好给我闭嘴 不然我真不知道会对你做出什么事情 陆星财 你干什么 哥 放手 这是我的事 你最好别管 这是我妹妹 我让你放手 不放呢 林衡 不该管的事别管 别逼我对你们临时出手 大哥 大哥 你别管我 我不会有事的 陆星财你疯了 你停下来 你能带我去哪儿 下车 陆星财 我知道你很生气 有什么话你就在这说 你慢点 慢点 扫尹 扫尹 林小姐 你们 李妈 看来你早就知道了 就瞒着我一个人 你就自求多福吧 你疯了吗 你干什么 干什么 你骗了我这么久 还组织不死 你说我想干什么 我 我哪里骗你了 我就是没跟你说实话 怎么能算骗呢 你知不知道我现在 我多想弄死你 那 那是犯法的 你